北檢抗告之後 歷經了22小時 結果終於出爐 針對柯文哲 吳寶請回的結果 高等法院合議題 裁定發回重裁 柯文哲 吳寶請回 北檢提出抗告 4號下午5點39分 高院裁定發回更裁 裁定理由包括 高院法官認為 檢方明明在8月31號 密信朱雅虎 還把都委會執迷 前副總工程司少秀佩 找來當證人 釐清金華城案的容積率 等相關問題 還提到朱雅虎擔任 沈慶金子公司的董事長 關係密切 認為柯文哲 明明積極介入金華城案 但地院法官卻踩信 柯文哲主張 相信專業和都委會 更表示應該要綜合評估 檢察官提出的示證 因此發回地院更裁 而這回高院也罕見 公布何一廷法官 包括審判長曲泰成 承認導扁紅山軍 以及813占領立法院行動審判長 受命法官鍾亞蘭成審理 關係機場事件 卡神楊慧如 以及友仁蔡福明 利用網路論壇 侮辱外交官駐大阪辦事處 裴席法官則是魏俊明 被法界稱為殺手級法官 以嚴格出名 絕不清盤清饶 而在一次開機壓廳 柯文哲會遇到哪位法官 雖然還沒有公布 但可以知道的是 壓力會是其他法官康 問他有沒有什麼話想說 另外時任北市副市長彭震生 遭擠壓禁見 律師不服提抗告 卻因為抗告撞上 彭震生本人沒有簽名 高院何一廷將等補證後裁定 多線新聞 有雅馨 洪旭婷 江信坑 何雲婷 台北報導